唐代李商隐的锦色,锦色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丝花年。 出自唐代李商隐的锦色,锦色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丝花年。 庄生小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拖度娟,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天日暖雨生烟。 此情可带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枉然。 一文色背有二十五根弦,但此诗创作于李商隐妻子死后, 顾五十弦有段弦之意,但即使这样他的眉弦,眉音节, 足以表达对那美好年画的思念。 此剧为转折剧。 庄猪其实知道自己只是向往那自由自在的蝴蝶。 本具是对华年的蝉饰。 梦定那美好的心灵和作为可以感动杜鹃。 本具意是对华年的蝉饰。 大海里明月的影子像是眼泪化成的珍珠。 欲指诗人的悲哀,即使是一个明媚的夜晚, 依然想到的是眼泪。 只有在彼时彼得的蓝天才能生成犹如生烟似的粮玉。 暗指诗人对当时社会局势的不满, 那些美好的事和年代, 只能留在回忆之中了。 抑制自己对青春年华的追思之情。 而在当时那些人看来那些事都只是平常罢了, 却并不知珍惜。 抑制自己在年轻时对生活的态度也是那样不知珍惜。 诗中所描写的是诗人把父亲而立, 思念爱人和自己相守, 红袖天香的情景, 运用了庄中梦蝶、望帝、杜鹃、沧海、明珠等典故。 上西,在这首诗中, 最出名的当属最后一句, 此情可怠成追忆, 只是当时已枉然, 大多数人在表达对过去的爱情追悔的时候, 都喜欢用这句话, 但却只知其意, 不知其二。 在李商隐的锦色当中, 此情可怠成追忆, 只是当时已枉然只是整首诗的总结语。 诗词的精华在于, 庄生小梦迷蝴蝶, 望帝春心脱豆娟, 与沧海月明珠有泪, 蓝天欲暖欲生烟, 几乎是将中国古代所有有名爱情典故写进了锦色中。 庄生梦迷蝶, 庄生梦蝶, 庄生梦蝶, 庄蝶也, 不知周也, 不知道随风起舞的是蝴蝶还是庄周, 意思是人生如梦, 往事已如烟, 旺帝春心脱豆娟则指的是当时在大雨治水之时。 杜宇立下大功后被任命为大蜀的君主, 后杜宇善让给开明, 自己随着日落而隐居于深山之中, 因为太过于惦念四川百姓的安慰, 就化为杜鹃鸟, 夜夜啼哭, 为人民警醒。 明珠有泪指的是南海外有娇人, 水生如鱼, 不费机枝, 其演气则能出驻, 相传骄人眼泪就是珍珠, 因为思念爱人而大气哭, 珍珠诉说而下, 锦瑟之所以大火, 成为古代爱情时的典范, 或者正和其丰富的文化典故相关, 但现代人大多数只知此情可带成追忆, 只是当时已往然, 并不知当年的沧海月明珠有泪, 蓝天日暖与声音, 爱情的美妙之处, 就在于它永远不完美, 感谢收看, 欢迎并阅, 按赞, 分享, 按赞, сим,